你敢吃有有莱克波多巴胺的豬肉吗 你说你要以身作则 没有问题了 那都是在安全的溶血量室内的 你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 嗨大家好 我是与世那么闲 2020年的9月11号 那现在美国加州大火非常的严重啊 如果换了是中国着火 我相信这些轮子的媒体又会大肆的报道 天灭中共 那换做美国的话不知道怎么样 希望人没事大家都平安 那今天是周五 又要到了愉快的周末休息时间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台湾有趣的政论综艺节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不赞同呢 有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孙子谋公篇当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但是当我看了太多的台湾综艺节目以后 我一度怀疑这句话真的那么有用吗 真的需要知彼吗 知了彼以后我发现我的这个 智商有点跟不上啊 清醒一下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节目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在搞这个美出美流 是在帮你国民党扑路 帮你国民党扑路 扑什么路 你国民党就不打算执政了是不是 国民党有点出息好不好 你现在是打算就是说 我们就是完全不打算 将来我们举例 如果国民党在2024年 好不容易 万一他们全上 还在继续在业单位 你也是得处理美出美流的议题 难不成你就从此跟美国就割裂 然后就完全不理美国吗 不可能的是 所以国民党有点出息好不好 民党在帮你处理未来执政的事情 我说没有问题 这样你说我们自己来 就是说是不是带头来使用 好那我们当然觉得这没有问题 我们愿意以身作折 你敢吃有莱克波多巴胺的猪肉吗 你说你要以身作折 没有问题了 那都是在安全的容纸量之内的 你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 你说你会带头吃这个 瘦肉精的美猪美牛是不是 我说那样子也没问题啦 我说那样子也没问题 我伤高有点问题啦 我也没有说我要带头吃 我是不得已的啦 就不得已要吃啦 你凭什么患者比马英九差 你凭什么患者比马英九当年差 对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比马英九差 马英九为什么最近一直出来讲话 很简单嘛 他觉得很 他一定 我要是他我也会觉得很 2012年我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来签所谓的美牛 为的是TIVA 为的是FTA 我所有的管理标准 我做到所谓的内脏 跟所谓的牛猪分离 然后内脏我要排除 然后呢 这个标准我要采取比较严格的 这些我都讲完了 然后你民进党干嘛 你民进党拼命的反对 然后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话 这网路上一大堆 每个人讲什么成绩卖桌 什么下台 这些部分蔡英文姐姐讲了一堆 然后呢 今天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 那我们就要问啊 我国民党就要问啊 你凭什么换的比马英九差 你凭什么换的比马英九当年差 对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比马英九差 马英九当年 所有的条件讲得清清楚楚 你们反对了要死要活 结果现在你们去谈 然后呢 你们所有的条件 比马英九当年还差 对你凭什么 对陈思忠我讲最后一句话 我真的看不起他 你做一个卫生部长 这件事情跟你最有关系 你知道吗 健康靠你知道吗 没有反省 美国卫生部长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 那一下蔡英文之后 我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面 你没有一点委屈 没有替人民讲话 你还说一大堆说 我可以先吃三个月 都没有关系 你讲这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闲职院的发言也是莫名其妙 什么一天吃33块牛排 要吃10年 健康才会受影响 你在讲什么 让你们这些来做官 台澳的安存靠甩来顾啊 莫名其妙 猪农没有在怕马英九的农委会 管你来上街 泼猪粪 现在的猪农就很怕蔡臣农委会 奇怪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狠 比较狠是吧 真的比较狠啊 以前不敢威胁 现在敢就对了 你们真的可能不知道 我问题真好 我太单纯了是不是 第一件事 那个猪券低调你知道吗 既要官员贵 他差不多没法经营了 他第一个 猪一定要排水的问题 他只要你要接出去排 他不让你搭 你低调就没法生存了 再来就是说他只要鸡茶 他也没有办法 再来他将来他的肉品要去 要去卖要去拍卖要去怎样 都有相关的规范跟约束在里面 可以找你麻烦 所以外公这些猪农他们是很可怕 关于印度的关系 可能会在未来越来越紧密 过去台湾跟印度有什么关系 其实坦白说大家都没有想过 可是问题是 其实在这次中国美国的大战之下 还有印度跟中国大战之下 台湾在里面角色越来越重要 我先讲莫迪好 莫迪其实在1999年11月5号的时候 就曾经访台过 他那个时候是印度人民党秘书长他访台 他那时候访台说 台湾以印体建长 印度是软体战场 所以说台湾跟印度应该像身体跟灵魂一样 一起结合 简单讲他说台湾印度要零肉合一 要零肉合一 意思是这样 所以说他讲的没有说 在科技上台湾跟印度是确实可以零肉合一的 在台湾这边施加给中国的压力越大 他们的压力越轻 所以在战略上台湾跟印度某种程度 也是零肉合一的互补状况 那相对的 印度如果给中国施加压力越大 我们台海就越轻了 那两边一起施压 台湾对中国来说是多边作战 所以整件事情很清楚 如果跟台湾跟印度未来的合作越紧密 等于中国被夹杀的压力越大 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 不管是台湾或印度 在这件事情上都有共同的认知吧 我们要卖给台湾更多的武器 大概美国军方是更加强调 要怎么样援助台湾 为什么 因为有台湾的危机 对他就是要让美国各部门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台湾现在很危险 对 我们这个时候要强化台美的军事交流 我觉得还有怎么样卖给台湾更多的武器 都不经这个中国大陆打 印度是个很奇怪的国家 现在台湾有些地方很像印度了 第一个印度买武器是大头 美国卖武器最爽的是印度 多少价钱只要是好了他就要 那台湾是只要有就要 对不对 管理有用没用的都要 那所以呢他们两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两个都是美国要打的代理牌 他都想但是 但是呢印度啊一般的民众很笨 但是他们的领导接手很聪明 狡猾的很 狡猾就是聪明嘛 他绝对不会贸然去 他也知道 如果你没有美国的那个 他自己去打的话 他会打得很惨 台湾是有买武器没有兵呢 那四个月的兵打什么 根本就别想打了 印度是有兵没有年轻的兵呢 我想请教老大 所以他有那些武器也不能打 对 都不经 都不经这个中国大陆的打 黄泉士知道这个总兵就是胡锡进哦 他说啊 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吗 胡锡进说这是严重的错觉 不叫胡锡进这个说法是哦 装傻霸臣的心态 他们要穷天独一 他们要一统江湖就对哦 生命的意义是 Live and let live 你自己活 不要让他要 中共的错法哦 一两千千 是Live and let die 哦 自己活就好 别人都会卖电话 哦 ICC 在二三十几年前 你中国没有技术 没有资金 没有资源的时候 是他们欧美日拉打你 给你技术给你资源 给你机器 给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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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拉拔你现在 你现在 诶 你中共你现在有了钱啦 你现在抢着 跟人家当老大 而且你是用作霸权的心态 然后他在那个南海那边更过分 永蜀蕭 美济蕭 你田奶造力 你停下造地之後還把他們武裝化 他現在這個做法 你會在待後自己活在別人死 這叫做自作滅 所以全世界都會成為你的第一種 今天針對東沙跟我們西南海域 有多架次的共機 確實騷擾了架次數比以往更多 也特別接近我們一些敏感的地方 這確實是嚴謊 至於說東沙島如果被 中共的海軍陸戰隊包圍 那個不是台灣的新聞 那叫國際大事 全面戰爭要渡海來台 共軍目前是沒有這個能力 除非有內印 他第一批載來能夠運輸的 不管是空中的或者是 這個船艦就是3萬到7萬 可以存多少 看到我們的海盤就有了 那第二種國島在政治上來講 除非真的已經瘋了 或者你攻擊台灣一個離島 不管金門馬祖或中沙 或攻擊台灣本島 都是發動戰爭 中共要付出的國際政治經濟上的 財價一樣高了 我認為共產黨對台灣做了幾十年的統戰 不是白做的 他不會打台灣 他直接買台灣 他買台灣的政治人物 買台灣的媒體 買台灣各行各業 有沒有 就是更快 有沒有效果 絕對有效果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 我們的對手不是國民黨 民進黨對手是共產黨 共產黨你知道嗎 天空三行在增程 那麼熊山飛彈在增程 萬箭飛彈在增程 萬箭飛彈在增程 然後各式各樣的飛彈 還有包括天箭飛彈 全部增程 包括我們的雷霆兩間 也要增程到300公里啊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今天這一枚飛彈 如果試射成功 那對台灣的防空空防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 因為它即將達到 跟愛國者三行 一模一樣超過天空 70公里以上 很多種飛彈 包括洲際彈道飛彈 我都能打 你知道嗎 去掉三國 以前客本本來就沒有在交通 他沒有這個章節啦 對 沒有這個三國 他在會進南北朝 要認識諸葛亮那天 所以進南北朝 也是我們自己去看電影 看電視劇跟玩手遊 才馬認識的啊 那個魏晉南北朝 去掉我跟你講 學生超高興的 那一趴超難念 神輩的是不是 那一趴亂七八糟的 皇帝做梅幾年 又換一個很痛苦 那個會不會換太快 那所以輩那一趴 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 學生一定超高興 而且沒有那麼有趣 沒有金城武啦 沒有梁朝偉啦 不要以為 不要以為就 啊天啊 沒有梁朝偉 沒有 課本就沒有那一趴 所以我覺得這個 去掉就去掉啊 那台灣史比較重要啊 那請教指責 你們以建華 基礎的九二共識 那個疆域是哪裡 這個問題不難回答 你得念回答故有這樣 就 就憲法層次上 當然是整個中國嘛 整個 中國嘛 最西叫帕米爾高原噴滋河 最北的耶 最北就是那個 大燕林夾 所以東是黑龍江跟巫術里江交界處 最難就是真母被暗殺啊 你太厲害了 太強 說真的 你看我中國地理毒的多好 連我都飛不出來 那是因為以前國民黨比我們毒的 比我們毒的 都不會 過去的泱泱大黨 現在被掐著脖子 全世界最大的消化 我們在野了 卻像執政黨 而執政黨 已經執政了 他還當做自己是在野黨 現在我們最大的悲哀是 不當黨產委員會 凍結了我們的黨產 他的理由說 國民黨的黨產 是不清不楚的 所以要凍結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 請我們的中央強硬起來吧 學學民進黨過去在野的樣子 讓我們好好的演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的錢 他們覺得是不當黨產 所以扣住了 那麼有一個東西 是清清楚楚 不用懷疑的 我們都清楚 國民黨當時來的時候 帶著大量的黃金 現在他們絕口不提 好吧 我們也先擱置 故宮博物院的保護要回來 只要我們抗爭 從此故宮博物院的門票收入 歸給我們國民黨 我們就有收入來源了對不對 傑克的參議院議長來台灣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或是民進黨政府也好 是極度的炒作 就是說你看這個議長來 證明說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呢 他並沒有來背書任何承諾說什麼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沒有要做任何的背書 真的是上了台灣人的心 我們那麼熱情的款待 然後還送他那麼多的 這個生產線 這個價值不菲啊 然後給他那麼多的好處 結果他回去 在公開的媒體上一句 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 就把我們打回原型了 就是我們本來想要做的大外宣 一點機會都沒有 透過他的口把我們通通都截斷了 我們不只是五條生產線 還有十萬個口罩 還有我們的穿三甲 都有一些 就是政治是很微妙的 因為呢 其實王院長釋放出來一個訊息 就是他跟蔡英文見面的時候 有報告說他會參加海峽論壇 但是呢 蔡英文沒有任何的回應 那我現在X公府 也沒有去否認這件事情喔 他不只是說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不准參加 他還告訴你 連地方的民意代表 政治人物通通不准參加 所以也不管你是什麼政黨 通通不能參加 好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要講的是 這一次國民黨 仍然去派一個團 讓王金平做團長 這是有意義的 這當然有意義 也就是說 今天你無論如何去 污名化海峽論壇 它是一個民間的 一個交流平台而已 但是呢 我們要掌握住任何有可能 可以讓我們用 和平對話的一個平台嘛 現在兩岸動不動 可能有兵容相見 我必須要講 其實現在政府應該感謝 王金平去參加耶 讓至少有一個 可以有一個和平對話的機會嘛 難道我們今天 不要有和平對話 只要這個飛機 大家飛來飛去 要這樣子 大家開啟要戰不戰嗎 擔任他的海基會董事長 這也是事實啊 何必這樣子呢 然後你又口口聲聲說 希望朝野要和解 希望台灣要團結 這就是一個契機啊 那當王金平生出橄欖枝的時候 你怎麼會這麼 我覺得好小氣 好沒有風度 好沒有禮貌 什麼說不用來不要來 人家要來 你就高興的都來不及了 去之前也願意跟你溝通 回來也要跟你溝通 那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嘛 那兩岸現在是怎麼樣 就是說連見面往來溝通 什麼都不行 這個海峽論壇它怎麼定義 這是祖國和平統一 民間最強因 從這裡出發 這裡就是整個海峽論壇 祖國和平統一 民間最強因 從這裡出發 這裡就是海峽論壇 心情都沒理解好啊 祖國和平統一的 兩岸民間最強因 從這裡出發 它整個官網就是定義 你就是我的一審 而且是祖國為了 那就是統戰嘛 統戰目的那麼強 而且從2009年半到現在 已經第12屆了 去年的6月19號 第11屆 你知道我們台灣去多少人嗎 1萬多人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青年 去了多少 一半 50%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開始之前 我們台灣的口罩 一年有4億片來自中國大陸 醫生也用啊 外科用他也用啊 但是所以 中國大陸做的口罩 不等於就是爛 只是說 他的口罩如果爛 他的疫情不可能控制 之前又是被政府搞魂了 我現在我們還是分幾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 大陸進來的進口是偽類品 那這是一回事 假如他進來的不是偽類品 那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是政府的錯誤 第二個 所以確定是不是偽類品 才是重點 假如不是偽類品 你搞得這個退後槽搞得什麼 這莫名其妙嘛 第二個 所謂的國家隊是不是接受政府的補助 那麼因此他進口的成本比較低 他拿政府的補助比較高 所以這個時候要處罰的 是處罰這一個 你說說他黑心也好 他是詐欺也好 這是另外一個法律問題 這個跟他的本身的 是不是可用不可用 這是兩回事 第三個 政府竟然要這樣講 我就要挑戰他兩件事 那我們口罩的原料從哪裡來 政府敢不敢告訴我們 現在我們加工生產的口罩 原料從哪裡來 假如原料大部分是大陸進來的話 然後說大陸的產品是不行的 你又告訴我用什麼道理 所以請公布 我們現在這麼大量生產的口罩 原料從哪裡來 第四個 我也要請教政府不要騙我們 這我們都清楚了 就是說既然他已經進口 進口多少往哪裡去 這個查起來有困難嗎 離譜的這些動作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當時是誰把李宇宙塞給蔡英文的 長期有這種渣男在裡面 很大的官 我覺得真的是 尬壞小孩大小 是一個非常非常負面的一個示範 我覺得蔡英文 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他的用人的哲學 是他對他也被渣男吸引嗎 他也對渣男特別的重用嗎 這丁宇宙是他的愛將 他是看上了丁宇宙哪一點 那對於今天的這期內容跟往常不同的是 內容比較雜 涉及到各個方面這一週之內 台灣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 一句話來總結就是 不需要有任何的評論 但凡是個小學文化以上的人 都能有自己的分辨 當然對於我這種優原畢業的學生來說 可能有點難 我現在智商有點混亂 我要去洗洗臉吃個藥正常一會兒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